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南环段CF670A区段举行开工动土典礼 台北市长蒋万安及各界贵宾都到场祈福 期盼圆满完工创造更多商机 第二盘动土吉祥 欣欣向荣 圆满平安 谢谢各位长官关于贵宾掌声祝福 台北市市长蒋万安和交通部立委议员和相关单位贵宾 一产两产三产宣布南环段CF670A区段举行开工动土典礼 这是捷运环状线南环段重要一步 南环段全线通车后 由正大校园生活圈前往公管商圈 搭车时间大幅缩短 大平林和板桥站到动物园的车程也缩短一半时间 为北市灯物园以日游创造更大的旅游商机 现在来讲的话木栅很集结的很多的地方 木栅路 木星路基本上没有捷运到的地方 那在我们不断的催促 那这个要总算 总算在这个蒋市长很快的上台两个月左右 他就把他能够来标出去了 在过去这个柯市长的时候标了八次都标不出去 因为原物料上涨 因为劳工的缺乏 所以都没办法标出去 蒋市长这次上来用他的魄力 而且找到对的方向 找的是大陆工程 品质非常好的 先标一半段 后半段还要追加预算 追加预算就是我来要求他 而且我会要求中央 就我们中央政府这个要主席总处 留一部分的钱来给他 而他最重要的一个动作 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 他可以连到新北市 他可以连到信尼这边 信尼区 所以整个来讲就变成说 新北市的三环三线 跟台北市的整个环线 整个就连起来 这叫大台北的计划 这一段非常的重要 这一段通其实今天是一个 很关键的时刻 一通的话 以后大概七年后 大概要盖七年 七年后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捷运 整个是全部都连起来 台北新北都连起来 以环庄县来说 最主要是南环 那往信殿方向 或者是甚至到板桥方向 对当地里面来说 居民来说都是很便利的一条捷运线 那甚至我们如果说到板桥那边 可以衔接到桃节 那边也都是很方便的转接点 对 南环段日后完工 提供新北市新店 中和板桥等区的游客 更便利抵达东路园 也增加政大校园生活圈 对外联同方式 我想南北环段 不只是将我们的网路 和捷运网络向上提升 更加的便捷 闻山区位处台北市最南端 又林山边 长期隐海 连外的交通是在12个行政局面 相对来讲比较不方便 85年我们有物诈县 当时刚好是我隔年进入大学 到政大念书 我也算是捷运一开始的社会 那时候的确坐捷运工程 先到动物园 然后转公车坐到政大去 那时候我就在想 会不会有一天 我们政大可以设立一个捷运站 哇等了很久 也还好在五年前 好像20几年前 所以那时候就很期待 我们的捷运网络是不是可以 更加的严密便捷 那我想今天看到 我们南冠段 终于太空洞中 这个区段 我想大家等了很久 那同时 今天来到这边 我看到这里 包括未来会有两个地下站 动物园站 正大校园生活圈站 我想这么多文山区的里长在这里 也谢谢里长们 一直以来为我们乡亲地方 来争取更便捷的交通 我想不只是让在地民众 可以享受到便利交通 我想未来带动整个文山区的发展 引进来的商机 我想更是无限 更是超乎我们的想像 我想未来 这整个县地下道 而是走地下 经费非常的高 而接下来 后续的施工 也会需要在地的乡亲 大家共体时间 会造成一些生活上的普遍 但是这些都是迎接未来 更便利更美好生活 必须经过的 所以也请我们每一位里长 多多包含 也帮忙协调沟通 我想未来这里的发展 我们可以想像 会完全的不一样 我们迎来的是更好的一个生活环境 在这边也宣传一下 我们马上 应该是后天6月15号 我们基北北桃四县市 一二零零的月票 就要开始预售 7月1号就要正式上路 也请大家帮忙宣传 我想这对所有通勤通玄的族群 都是一大福利 捷运局表示 首都环装线日后将串联 目前已营运的7条捷运路线 并和其中14座车站与捷运轻轨 台铁高铁集结交汇转程 缩短通勤及旅行时间 也扩大居民的生活半途 让双倍各区均衡发展 记者问郡台北不到 目前协议安全库存量不到6天 台北市长蒋万安与议长戴席清 及台北市军协中心等单位合作 在台北市政府西大门前发起捐血活动 号召市府同仁与市民朋友 一起晚秀捐热血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台北市长蒋万安与台北市议会议长戴席清 纷纷向这位捐血民众表达感谢 这是他第一次捐血 直言刚开始有点紧张 世界捐血人日前夕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 与台北捐血中心等单位合作 在台北市政府西大门设立行动捐血车 发起捐血活动 有定期兼血习惯的蒋万安与戴席清 共同呼吁市府同仁与市民一起发挥爱心 晚秀兼热血救人 虽然医疗技术不断的进步 但是血液是无法替代的 所以我们很需要大家能够健康状况良好 都能够来捐血 捐血一代救人一命 我想这句话大家耳熟能详朗朗上口 但是我来之前特别有看一下 目前的血液库存量 7天以上是正常 但目前好像4个血型 大概是4到7天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还是很需要大家一起来响应 特別暑假马上到了 暑假期间 其实往往有时候突发事件 我们就会很需要相关的血液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希望大家卷起袖子 一起响应 事实上在这个会期 我们4月12号开议当天 我们在市议会大门口 有办了一个捐血的活动 那当时我知道 市政府本身就有一个捐血的地方 除了市府同仁之外 恐怕外界比较不知道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宣导 能够提放我们的市民朋友们 大家勇业来捐血 刚刚主任也特别提到 我们现在捐血中心 长期处在一个比较缺血的状况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台北狭海城隍庙与文化总会 6月16到7月9号 将举办2023台北狭海城隍文化节 淡黄祭 不仅带来传统的祭典 市集音乐会一系列活动 更为城隍老爷量身打造 融合在地文化与产业特色的新神医 圆海新霞 让更多的民众了解台湾的历史文化 台北狭海城隍文化节 淡黄祭岛屿音乐会表演团队双生仔 演唱自创歌曲《魔法阿嬷》 为活动记者会揭开序幕 今年是中华文化总会与狭海城隍庙 第三度共同举办台北狭海城隍文化节 将带来传统祭典 市集音乐会一系列活动 为城隍老爷诞成祝寿 其实文化总会在这几年 一直希望来讲台湾的故事 那我们也在这次的合作 邀请许多的设计师 甚至像服装设计师 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除了这些参与以外 我们在活动期间 我们规划了音乐会跟市集 那音乐会比较特别 就是说过去好像神的生日 好像都是用歌仔戏来仇神 这次我们用摇滚音乐 甚至还有饶舌音乐 然后希望来让在地这样的一个活动 能够热闹一下 那也希望能够带来更多年轻的朋友 走入这样的一个老城区 让他们去认识这样的历史 了解这样的信仰 破别疫情后一个比较大的举办 那所以我们在这一次 其实费尽了一些心思 包含就是说从主视觉的设计 邀请方旭中老师来做总监 然后也用比较新的一个方式 让这个陈皇老爷的形象动起来 那另外一方面呢 在活动内容的这个部分 过去可能在音乐的部分 大多是乐团 那这次其实加入了很多不同的语种 包含这个连这个新著名的这个越南语 这样的一个演出都有在这个里面 那庙方本身它就有一定的这个 时程 有不同的庆祝方式 那文化总会希望说这样的一个参与 让这个活动更年轻化更多元 工程能够让这个城市变大 但是只有文化会让这个城市伟大 水不够就要有文化 我感觉我的文化不够 要让我去找文种你知道吗 所以现在说有文化吗 有 有水吗 有 在台北市有许许多多有名的公庙里面 只有我们城隍庙是跟我们的商圈是结合在一起的 像刚刚秘书长提到的青山公也好 他们的这个绕境呢 就是单纯的一个比较像宗教的活动 但是只有我们城隍庙是结合我们在地的商圈 然后甚至扩展到我们地下街那边去了 所以我想透过这样大家共同努力 把这样一个宗教的文化 不只是只有单纯只有宗教会 我们希望可以扩展到更多人大家生活的里面 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庙宇文化把它传承 把它扩散出去 让更多的年轻朋友 尤其是我们这部的可能都知道 尤其是在地 我们可能在地才会知道说这个文化跟历史 但是呢如果进来的观光客 他可能只有看到我们的这边的建筑物 但他不懂我们的文化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是非常可惜的 一个都市一个首都 他除了有先进的建筑物之外 其实最重要的要有灵魂是有他的文化 今年文化总会更联手知名服装设计师周玉颖 以城隍爷渡台203年的历史为发响 设计具台湾特色的神医圆海星霞 并邀请小岛里团队统筹视觉设计及大道城生活圈计划 判结合计创意与传统节庆 让更多人知道台湾的历史文化 我觉得在这个创作上面大家可以看到 它其实跟以前不太一样 我们投入更多年轻的想法 其实我在想名字的时候 有一点挑战 就是想了一个很可爱的名字 叫蛋黄记 那为什么叫蛋黄记 它字面看起来就是蛋黄 因为那时候缺蛋 真的 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没有蛋 我就觉得大家都这么需要这个东西 所以就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很可爱 所以看到那个主视觉 我们跟和平制品的伙伴一起 可以看到上面真的有很多荷包蛋 很富有 我们有很多蛋黄 然后这个地方它其实承载了非常多的故事 因为其实在城隍庙 有很多人每天都来跟老爷聊天 那听了这么多故事之后 老爷生日的时候 换他来分享给大家听 所以他变成是一个DJ 他变成是一个主持人 所以你看他的DJ台很像在这个 像那种的城市 甚至它里面藏了很多小细节 你有看到城隍庙 对 然后看到大奥城的巷弄 建筑物 对 然后他听 他也分享 这个衣服我给他一个名字 叫原海 新霞 原本的海 新的霞 那所以我用了很多是 这两百多年来的一些 不同的典故跟故事 串接在一起 最下面的地方 这个是其实是清朝时候的官府 会出现的海淘纹 我们把海淘纹放在外面 然后用了不同的 应该讲说几个颜色来代表 这次的一个老爷的神迹的感染力 那另外中间 也用了日据时期的 这个也是日本的日式的波浪文 那比较特别的是 中间这个很像迷彩的地方 是因为我看了老爷的故事 有一段呢 其实老爷不仅是在保佑 我们台北城隍这个大同区 这个地方 也常常保佑 其他像台东 或其他地方 他的神迹 其实会无远逢戒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 用了一个概念叫山海成园 把台湾的一些行政区打破 这些行政区的轮廓打破 然后有 里面就会有山 有海 有城 有圆 然后再重新组合 这等于说老爷的常常 他的神迹 是能够无远佛界的 那另外用了 我们最 大家可以知道的 小海城隍庙的印章 那1821年 就是我们开始的时间 那这是文总第一次 跟这个小海城隍 这边合作的 祈求吉庆 也是来自庙里面解年 这四个字 那另外比较有趣的是 可能请孟怀帮我旁边一点 我们旁边其实有两个基母 因为小海城隍庙 相对于其他的庙里来讲 比较迷你 但是这个是所谓的基母穴 我很喜欢这个故事 也是我第一次知道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基母 放在上面 那上面其实还有梅花 代表我们的这个 国花的小梅花 那另外呢 我们还最重要 对我来讲 是这边有针 因为针是我们常常 在这个地方缝纫 像我们前几年 都要去纽约双洲 要出去之前 就要请老爷保佑我们 那另外当然红线 红线是我们最喜欢的 这个因缘的线 那这次给老爷 其实 一个最新的 应该讲说 配件 我们帮他设计了一个 这个领带 我们让老爷带一个领带 对很帅的领带 然后才来打碟这样子 那这边呢 可以看到我们有写个 2023 所以是1821到2023 那另外呢 也帮老爷设计一个 新的耳环 用这个 这个我 对这个小耳环 总共有六个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一个 那天我们跟文杰 一直在拍照的时候 我们觉得 竟然在那个 庙里面没有违和感 台北峡海城隍文化节 淡黄祭 将于6月16日至7月9日登场 邀请民众走逛大道城 为城隍老爷庆身祝贺 感受传统文化的多元魅力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终结 行人地狱刻不容缓 国民党党团召开记者会议 呼吁相关的单位 应该要立刻盘点 全国人行道上的电感 便电箱等障碍物 并加积极改善 还给行人安全的行走空间 人的交通不是梦 陆平人安最重要 立委尤玉兰 与新北市议员林金杰 台北市议员张思刚 李明贤 徐巧新 以及桃园市议员 牛许婷 台中市议员 黄建豪 大声疾呼 还给行人陆平人安的行走空间 尤玉兰表示 根据台电统计 全国目前约有近60万个便电箱 300多万只电感 其中有不少占用在人行道上 让民众行走其中 不是上演障碍赛 就是被迫走在路上与车针道 台电的统计是全国目前大概有60万个便电箱 跟300多万只电线杆林立 那有很多是占用在人行道上面 让民众每天好像是在上演这个超越障碍 或者是被迫走上马路 甚至于还造成这个死伤 你说没钱的话 可是我又看到了 在前瞻预算之中 政府编列了244亿 作为道路品质的改善 日前更编列了7年420亿的永续提升人车安全计划 总计664亿 钱要怎么花 新北市议员林金杰在现场秀出照片 表示家门口20公尺就有三只电线杆 相当夸张 台北市议员张思刚则认为 台电对牵引电感不够积极 没有人相信我家门口有三只电线杆 20公尺有三只 来我跟各位看一下 我们家门口你看20公尺123 有三只耶 我说为什么家门口 晨天路28号有三只电线杆 当了议员我也没有办法解决 当了立法委员的独家者也没有办法解决 十几年就是没有办法解决 普遍存在的人跟车要真道 因为你看红线以内有电线杆没有办法走 那人就在走在红线的外面嘛 那是不是要跟车子跟人跟车要真道 一年因为人车真道 以至于变成行人地域 每年都死了这么多人 我觉得中央一定要重视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一根电线杆 要花两年半的时间 为什么 第一个 我们发现那个问题之后 台电一会看二会看 我发现台电在移电线杆这件事情上面 基本上都不太积极 都不太积极 第二个我们还要帮他找地 帮台电找地 找到地之后呢 找到一个 我们在施东路那边找到一个 法院的地 法院的地 法院说好 那我要跟台电收租金 台电当然说我没有钱要给你租金 所以就一拖再拖 公文跑来跑去 最后呢我们在另外一边 找了一个室友 公园处的地 愿意呢协调的给他一块 来把这个电杆移走 台北市议员李明贤和徐巧鑫 也秀出照片指出 电杆变电箱占用问题严重 让人行道化设形同虚设 我举例一下 昨天我在台北市议会总质询的时候 南港路二段 短短250公尺 有多少个电杆 电杆 真的比你更多 交通杆10个 灯杆13个 电杆15个 电箱2个 中华电信的那个 那个电箱有2个 消防酸有2个 还有花台10个 加一加刚好55个 其中250公尺而已喔 所以这要怎么走路啊 是这样 然后我们过去会看的时候 我们所有共同的经验都是这样子 很明显的 其实电线杆呢 跟相关的设施 已经占满了整个人行道 所以这个人行道化的时候呢 基本上是形同虚设的存在 因为人行道化了之后呢 人是没有办法走的 那第二个部分呢 这个也是在喔 所谓的人行砖上面 那人行砖上面喔 跟大家讲喔 这个地方呢 非常有趣 就是一个 如果你下雨打伞 然后你会过不去 因为他已经被这个 电线杆呢 所挡住了 所以你只要把你的 雨伞打开 基本上你没有办法 从那里经过 那由于呢 那这些变电箱的迁移 都有赖于中央 所以希望说 我们在谈人本交通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就是可以 把在人行道上面的 这些电线杆 变电箱可以移除 那这样子的话 才有可能不要 在明明有人行道的情况之下 却要逼迫人车征道 那导致伤亡导致危险 桃圆市议员牛许婷 与台中市议员黄建豪 则是呼吁中央与地方 应争取资源 加速电杆地下化 同时电箱设置也应有配套措施 因为我们在地方长期推动电杆地下化 电箱的设置 如果一定要在平面的话 常常会有一个状况 也就是说 其实政府想推电杆地下化 其实大家都同意 但是电箱要放哪一家的前面 大家吵架 然后吵架之后整个案子就卡住 那甚至有些时候 地方政府就用这个为理由 其实就拖缓了整个电杆地下化 的这样子的一个进度 那我觉得这件事 应该有一个配套措施 比如说我们如果电箱放在 比如我们这一排 明显议员加前面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些比如说 房屋税的减免 就是说你可以提供一些 回馈跟诱因 让整个电杆地下化的 这个速度可以加速 我觉得不管是从中央或地方 我觉得都应该设计 政策配套 让它可以做得更顺利 为什么会有电线杆 也有电箱的存在 那刚刚我们台电回应说 其实这些东西都地方 大家可以同意的 其实我们要讲的是 很多时候是被迫 他只能同意 因为有人要住进来 有人要使用电 他一定需要用电的时候 他就只能随便选一个点 来设施所谓的电箱 那这个电箱一射下去之后 就会变成后续要再把它移走 所以耗费非常多的行政成本 所以我们要再次的拜托 我们所有中央单位 在面对用电的需求 是民生需求的时候 一定要让电箱 让这个电的地方 有合法的地方可以放置 而不是用来阻碍人行道 对此交通部陆政司表示 在经费上 会全力协助地方政府盘点 并改善人行道措施 而台电则表示 设置电线杆与便电箱 是为了提供民众生活必须用电 若便电箱妨碍到行人 有适当地点 台电都会全力配合迁移 所有我们看到这些电干电箱 都是民众申请用电的时候 才去设置的 台电不会无端去设置这些 这些电干跟电箱 那每一个电箱跟电感的位置 他也一定是透过 我们申请之后 那要去会刊 我刚才有提到过 所以不管是委员办公室 或是我们的议员办公室 其实都常在做这件事情 就是帮忙台电跟用户 所以我们民众 他申请电干之后 他申请用电之后 要把这个电干 或是便电箱放在哪一个地方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增值 道路主管机关 现在也一直在处理 包括公共总局 也很积极在处理这一块 也在盘店 那台电事实上也都在配合 我们这个道路主管机关 在做这件事情 只要是妨害到人行 人行有妨害到的 甚至于跟法规不合 我们一定会改 跟法规不合一定会改 那妨害到人行的部分 现在只要大家有迁移的地方 不要适当的地点 我想台电目前都是全力配合 立委尤玉兰表示 政府664亿元可投入 人行道改善工程的预算中 需有一定的比例以上 用于电感变电箱迁移 或地下化的工程 并与地方政府积极合作 保障人行道的使用安全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导 迎接全民普发6000元的商机 台北市政府4月17号起 推出2023 Let's Go台北消费 欢乐抽的活动 超过14万名的大众热情参与 创造了30亿元以上的登录金额 3 2 1 确认 台北市财业饭局副习长 吴欣佩按下确认键后 2023 Let's Go台北 消费欢乐抽活动最大奖 现金500万元得主出炉 竟然只花了990元就中奖 他消费990元 真的假的 你说9万9就算了 一起开车车 比比恭喜得主 活动二奖 价值超过200万元的 油电混合车得主 也仅在百货花了1275元 就幸运货价 不过接到得奖通知 这位幸运儿却出乎意料的冷静 这项由台北市政府举办的消费发票登录抽奖活动 从4月17号起为期一个半月的时间 就获得超过14万位民众响应 活动登录比数超过200万笔 共创造30亿元以上的登录金额 刺激消费的成效十足 Let's go 台北消费欢乐抽的消费登录活动 我们是从4月份就展开 那么4月17号来开放这个发票或者是收据的登录到5月底截止 那到截止日为止呢 我们整个这个参与我们这个发票登录平台的人数有高达14万人加入这个平台 那么登录的这个总比数 每一笔都是200块以上的这个发票有高达200万笔 那同时总登录的金额也达到了这个突破30亿元的这样的一个成绩 除了最大奖的现金500万元及二奖的油电混合车 压轴的总抽活动还抽出黄金一两等450项精选好礼 以及176份市民专属加码抽好礼 虽然消费欢乐抽活动画下圆满据点 不过由北市府攜手台北市商家 从4月份推出的五大购优惠活动将持续到6月底为止 接下来台北市政府也会陆续推出各项重大活动 特别在商圈的部分每月都会有特色主题活动 欢迎国人多到台北市消费 体验台北市的城市魅力与美好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富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或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 台北市推动多元友善旅游在传捷报 国际知名穆斯林旅游推广公司新月平等 在新加坡举行颁奖典礼 台北市首度获得最有潜力 穆斯林友善旅游目的地的城市奖 拓展穆斯林旅游商机台北市在传捷报 国际知名穆斯林旅游推广公司新月平等 将台北市评为最有潜力穆斯林友善旅游目的地的城市奖 对积极营造多元友善旅游环境的台北市来说是一大肯定 其实台北我们希望给大家的一个就是安全安心 而且多元又便利 那在这个多元底下我们非常荣幸的就获得 其实世界很知名的新月平等 世界所谓的非穆斯林合作组织里面的最有潜力的一个友善穆斯林的城市旅游目的地 那这我觉得是对于台北在推多元观光的部分是一个实质的肯定 那其实在不管是在穆斯林或者各个族群或国内国旅这个部分 我们其实台北都扮演一个友善安全安心多元的一个旅游城市 所以呢我们夏天大道成夏日节长达51天 欢迎大家来到台北旅游 为了让每位到访台北市的穆斯林旅客能够安心用餐旅游和住宿 目前台北市拥有超过60间穆斯林友善住宿及餐饮店家 并有超过30个景点及公共场所设有祈祷室或静下设施 而在文化推广部分 目前刚结束的2023台北开拆节活动也吸引了将近3万人到场同欢 台北市观察局方面表示 在疫情解封后全国人口有6成属于穆斯林的马来西亚旅客 今年来台人数已经突破10万人 因此台北市今年8月也将赴马来西亚推广观光 并且串联台北各项穆斯林友善资源推出专属游程 希望吸引更多穆斯林旅客来台北游玩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为了减轻中低收入户房贷族的压力 内政部宣布中产以下自用住宅贷款户支持专案 6月1号起开始受理 符合资格的民众只要透过银建署官网线上申请即可 在内政部长林友昌营建署长吴欣修 及今晚会与金融街代表共同组织下 总经费165亿的中产以下自用住宅贷款户支持专案 6月1号起正式开放线上申请 希望透过政府与社会的力量 给予经济弱势者实际的支持 台湾虽然防疫的工作还有经济的表现都在世界上名列前 不过我们还是有非常多的民众 包括许多的中低性的民众 其实经济跟生活上也受到蛮大的一个冲击 所以这次在行政院的议后这个特别条例里面 我们特别争取针对我们中产以下自用户的住宅贷款户的一个支持专案 这个专案的预算有165亿 就是希望能够透过政府跟社会的力量 对于我们中低性的这些防贷户能够给予实质上强力的一个支持 为了让这项福利政策顺利实施 营建署方面提前两周开放90线的免费咨询专线 开放至今累计超过一万五千通 对政策说明产生极大的帮助 还好我们准备的涨 所以这两个礼拜呢 有接近了一万五千通的咨询的一个电话 可见许多民众对这个方案其实是非常的期待 经过三个多月跨部会整合努力 中产以下房屋贷款户支持方案提供简单安全的申请方式 民众只要进入单一路口网站一键按下即可 牛耀昌也强调这项专案采线上申请方式 后续支持金将由政府直接拨付到申请人个人账户 不会发简讯打电话或透过email通知 请民众提高警觉 这个最快的话我们会在7月上旬就能够把这个金额直接拨到你原本约定的缴纳贷款本息的账户里面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提供一个最安全的一个申请的平台 那另外也阻决这个诈骗 然后把这个金额是直接会拨到你的账户里面 申请条件包括限定仅持有一户 核贷金额上限台北市850万 给予五都及县市700万以内 以及申请的110年各类所得总额为120万元以下等 符合资格审查过关后最快7月初就可以领到每月3万元的支持金 预估可加辉55万户房贷族 记者张琪辰台北报导 一年有13万人次入场的玉城公园游泳池 因为建筑安全的问题6月起将局部闭馆 7月则全面封管改建 炎热的天气民众在泳池游泳 运动健身也享受清凉 这里是玉城公园游泳池 由于设施完善加上交通便利 一年有13万人次入场 不过这一栋民国73年新建的建筑物 在民国108年即出现有碎石掉下来 111年更出现大片水泥块掉落意外 今年3月经过专家鉴定建筑物绿离子成分过高 就是俗称的海沙屋 因此台北市体育局决定6月起局部闭馆 仅开放陈泳泳科使用 7月起全面封管进行改建 施工期两年 3月9号的时候 我们开了一个 在南港运动中心开了一个工厅会 那工厅会的 里面的大多数人的决议 就是也是形象于重建 因为它重建的这个补强的费率 高于这个重建的费率 一半50%以上 所以那么多数人的建议说 这个朝向这个重建的这个目标前进 大概重建的时间大概一年 二十七个月 二十七个月 大概经费一亿两千万 现在这个状况就是为了安全起见 也为了这个避免这个里面受到损害 所以预定在六月底 五月三十一号 五月三十一号闭馆 那六月一号开始只能成泳 从早上五点半到七点半 七点半到八点时间给盖洗 八点钟以后就不能够成泳泳了 那么七月一号全面停止 对于这项消息游泳客觉得很可惜 由于暑假将至 也有民众建议是否能延到八月底之后 再封管改建比较理想 就是因为本身住台北市 然后就是这边封闭之后 可能对于平常的训练啊 或是教课可能就会比较 少一个泳池可以用 就是场地选择少 对而且这边离捷運站也很近 就是没有开车的 交自己交通工具的人很方便啦 当然不方便啦 因为早上这里的游泳设备 这里算很好的设备 没有我们就要另找地方 那就造成很多 尤其乘泳的啦 尤其暑假到啦 血统他们要跑去哪里 对啊因为你看七八月就是儿童 最想玩水游泳的地方 这里设备大概台北市最好的地方 所以应当最好是 沿到八月底之后 让孩童有一个很好的去处 那是比较理想 为了让民众在育城公园游泳池改建期间 没有其他可替代游泳运动场所 台北市体育局方面 已经协调邻近城的国中 南港运动中心 内湖运动中心 松山运动中心 杏益运动中心 大湖公园游泳池 及三名公园游泳池 这七处地点作为替代方案 并提供公益时段和禁饶卡扣点服务 方便民众前往 记者张其腾台北报道 联办13年的台北上海双城论坛 在台北市议会引爆台北市长蒋万安 与台北市议员何梦化激烈的言辞交锋 双方对话火爆 连议会主席都速度喊停 要两个人好好问话好好回答 台北市长蒋万安 5月22号 在台北市议会进行专案报告 针对台北上海双城论坛 蒋万表示 这项城市交流活动已经连办13年 今年会继续举办 不过市议员何梦化咨询时表示 蒋万安选前陈梭 共机不老台才办双城论坛 质疑背弃选前承诺 您在选前的时候您说了什么 我们可以照您刚刚讲 您说柯文哲好龙斌 好我问的是您蒋万安市长 您自己在选前说什么 共机不老台 如果共机不老台 你才会办双城论坛 那请问现在这个承诺到底有没有效 蒋万安则以副总统赖清德日前才说 不应该放弃与中国交流的机会 陆委会也肯定历届双城论坛成果 蒋万安更反问何梦化 是要公开打脸陆委会吗 副总统 请您不要 也是民进党的总统参选 你知道他说过什么 他在上个星期公开表示 好市长 他说要透过合作 您不要拿中央来说 中央的态度一直非常的明确 他甚至在上个星期到我的母校更大 去回答学生的问题 您在选前说 您坐这三个程度才回去 而你选后你只会说 公安不要放弃和中国合作交流的机会 时间暂停市长 这是赖清德你们民进党总统 这是我的咨询时间 你到底会出席双城论坛 你刚刚给不出一个答案 你现在可以吗 跟预言报告 上个星期五月十八号 陆委会公开出来讲话 那我现在请问你 您要怎么样子来预防说 您的身份被中国来吃豆腐 陆委会也公开肯定双城论坛 甚至说他愿意提供适当的协助 他甚至举台北登给个例子 这是好的经验 要延续下去 议员你要公开打点陆委会吗 两人激烈延迟交锋场面火爆 让议会主席副议长叶林船多次喊停 提醒双方好好问好好答 两位请暂停 好好问好好答 市政交流 市长请你好好回答 据了解 由台北市与上海市轮流举办的双城论坛 预计今年夏天在上海举行 蒋安强调会秉持对等尊严友善互惠原则 分享两世发展经验 藉由观光文化体育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促进双方城市发展 并增进市民福祉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 甚至说他会提供 桃园有一名板魔工透过上网自学 竟然在家种起大麻 警方接护现报破门搜索 赫兰发现大麻森林 现场共查扣了112株的大麻植株 市价约560万 全案已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警方破门而入 赫林嫌犯趴下不准动 随后搜索 发现枝叶生长茂密 宛如一片森林的大麻猪 刑事局日前接获勤资 从事把磨灵石工的消性嫌犯 涉嫌栽中恶景毒品大麻 于是组成专案小组调查 经过密集跟间搜证 终于在桃园嫌犯住处 查获市价约560万元的112株 大麻植株 大麻烟草及栽种设备 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接获检举 那检举说有民众在自家 自己来种植大麻 那本案呢 我们大概经过了 2个月到4个月的一个查期 以及溯源 那我们最后呢 在桃园的阳梅区 我们查获到了一个消性犯嫌 在自家呢 自学 然后买了种子 种植大麻 那经过 检察官跟法官 合发的拘票及搜索票 我们在该处处呢 查获了112株的大麻 以及相关大麻的一些产品 以及相关的植物生长根 以及栽种的工具 以及不法贓款 那这个案子呢 我们调查发现呢 这个犯嫌是绍网自己去学习 种植大麻的技术 以牵插法 来加速这个大麻的一个种植 嫌犯共称大麻种子 是向有人取得 自行实用 没有贩售 不过警方怀疑人有共犯 持续追查中 并将全案依违反毒品 危害防治条例 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经过检察官身押后 嫌犯也被法院裁定 羁押禁件 记者张吉腾 台北报道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 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 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街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 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富人他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柜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 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金融市议会第二十届第一次定期会见识避议 议长同思维肯定各党派充分沟通 讨论市府所提的追加预算案 为市民荷包把关 而市长谢国良则是鞠躬感谢市议会给市府的各项建议 未来检讨思考编列预算时会更贴近民意和议会的需求 金融市长谢国良鞠躬感谢议会议员们的指导和鞭策 历经对追加预算案激烈的讨论沟通工房 以及包括各党派议员对新上任市长谢国良的市长施政总質 金融市议会第二十届第一次定期会六月十二号正式闭议 金融市议会议长同志威肯定各党派充分沟通讨论 市政府所提的追加预算案为市民把关荷包的责任 我想今年的这个议事厅非常热闹 也针对这个六项提交大会的讨论预算案 各党派的议员同仁都有非常热烈专业浅多元的讨论 充分展现民意代表为市民把关荷包的责任 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当可贵的沟通过程 也看到金融市文化认同的不同面向 感谢所有议员伙伴 议员同仁 金融市政府各局处首长同仁 也谢谢我们市长谢国良 会期期间的沟通与配合 让定期会圆满结束 而上任市长后第一次历经金融市议会 各党派议员直询洗礼的金融市长谢国良 则是鞠躬感谢市议会给市政府的各项建议 特别是有些政策说明推动上 没有想到的细节 也强调会更虚心受教 检讨思考未来编列预算以及推动市政时 如何更贴近民意和议会的需求 说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因为看得出来每位议员 你们在专业上 尤其是在你们的选区上 跟对金融的了解跟关心 是发自内心而且深刻的体会 民众的需求 那在座的议员给我们提出很多建议 其实我们都很认真的有在聆听 那有做的更需要改善加强的地方 我们也都有记录下来 在这一次我们提出追加预算的过程中 我们的行政团队也有自己体会到 针对于我们内部的沟通 以及未来在预算通过后 我们要更如何更贴近民意的 来把这些预算跟政见落实 我们自己也深感责任重大 总之我们会用更虚心受教的方式跟态度 来继续的完成这一次议会支持我们 所追加的预算 那对于我们议会有三组的预算的科目跟项目跟金额 我们也会继续检讨 去思考如何未来在预算的呈现上 跟在预算的编列上能够更符合议会跟民众的需求 我们也希望能够做更加的改善 总之我们的团队非常的感谢 而且非常的认同这一次议会给我们的很多建议 其实有很多建议都是我们可能还未思考到 或者在做到一半的时候没有想到某些细节某些点 很感谢议会的议员都有跟我们指导跟我们点出 所以总之非常的感谢 各位容许我一举功啊跟大家谢谢 那我们在下一次的这个会集之间 我们会更努力的完成这一次预算通过所做的各项未来的执行工作 我们也会希望我们下一次要准备的更好 来面对议会的一个相关给我们的一个询问跟指导 谢谢大家 谢谢 议长童子伟也特别感谢市议会联席审查会主席何淑平议员 在主持预算审查时 调和各党派议员意见的辛苦 他其勉市政府听取议员们的建议 共同营造友善市民的环境 连结中央和地方资源 强化民生和经济建设 让市政更进步 大家都是重要的推手 一起努力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市长谢国良 针对近期民众和议会非常关心的治安与交通问题 希望市府团队能够有效处理 因此亲自主持警察局召开的专案会议 讨论实际的执行方案 针对近来民众与议会关心的治安与交通各项问题 基隆市警察局召开专案会议 由市长谢国良亲自主持 由于市长公务繁忙 因此特别抽空定在中午12点进行 会议一开始 市长谢国良就提醒大家先吃便当一边开会 针对交通跟治安议题逐条讨论执行方案 也结合市府相关单位一起来研讨 针对监局达人等等我们跟警察局 张局长及很多干部 我们也想针对议会所关心警政很多问题 我们也想积极的探讨 并且对议会的关注做出正面的回应 那当然警察局在这段时间真的非常努力辛苦 所以我们现在在街道上看到无家者变少了 然后我们也看到现在大家基本上都会离让 反而是现在行人如果不守交通规矩造成的伤亡 那行人其实一般来说他也是负担 但是也造成了城市的一些相关的整个作业上的一个负担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会针对这几个议题好好来讨论 那我们肯定张局长跟我们的警察团队在这阵子以来的努力 所以他们的辛劳跟他们的这种就是繁重加急 我们也要去思考如何解决 这个也在今天讨论的议题当中 有鉴于我们这市民离让行人的越来越多 手法的人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过去每一天这种稽查是20班勤务 我们从6月5号改为10班勤务 不过我们会做滚动式的检讨 那第二个就是噪音以及这个改装车的问题 也感谢议会郭美秀议员他提拨60万的这个建议款 给环保局买一个取缔噪音改装车的机器 然后委托警察局来执行 那由于警察局是24小时全天后 他的人力他的机动性都可以很快速的到达 有噪音的地方应该可以对这些 有噪音跟改装车的这些分子 可以给他一个当头的棒喝 因为我们有机器 只要一测超过那个分配标准 我们就马上开单 那再来也感谢市长议长的支持 因为我们基隆被新北市 台北市桃园夹在中间 那他们都是直辖市 他们的园警一个月多了8千多块的环中加急 那可是基隆的园警 一样做同样的工作 一样那么辛苦但是没有 那这一部分也感谢市长跟议长给我们的支持 不过因为这个全责是在行政院 我们还要在努力的争取 那最后一个就是这个鸿杏的这个酗酒的精神 有一点异常的人 因为现在感谢卫生局 我们已经送到某某医院在戒酒治疗中 不过可能6月20号他就会回来 届时如果没有改善 可能我们的勤务还要再加强 防患他这个治伤或者是伤人 透过这场专案会议 警察局结合市府各单位的力量与资源 希望一起让基隆的治安和交通更好 打造基隆成为有爱的城市 让市民安居乐业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基隆市为了要改善围停状况 从今年3月开始陆续开放部分的骑楼 给骑士停车 市议员陈军佐在总咨询时 质疑这一项政策利益良善 但预留给新人的空间不足 骑楼内部规划成机车停车格 至少留有1.3公尺以上空间 提供行人通行 基隆市政府为了改善围停状况 从3月起陆续开放部分骑楼 让骑士合法停车 基隆市议员陈军佐在总咨询时 关心机车骑楼停车的标准 那依据内政部网站查询 市区道路及附属工程设计标准 第16条第一款明确规范 人行道宽度依行人交通量决定 公行人之近宽不得小于1.5公尺 轮椅使用者通行宽度要90公分 普通人行走约60公分 两个加起来就要150公分 光90公分的轮椅如果要回转的话 至少也要150公分 130 150这两个选项 在六都里面都有这样的情况 那基隆可能是比六都的桃园新北 都还要更紧密 那报告新北桃园也是130 所以我们是用比较严格 市长不好意思 我们是在讲基隆市 不要讲别的现实物 光基隆市就好了 我们目前还是努力在130 想办法能够做到 150我们还在努力当中 150要啦 要150 130真的是太小了 那等一下市长 你等一下下市议会的时候 去卫生局前面那条路 人行道看一下 麻烦你等一下去看一下 好我会去 谢国良强调 在不影响店家进出 和行人通行的影响下 市府会针对不同的路段 进行调整 至于行人通行保留150公分的距离 市政府未来会继续努力 记者 黄绍铭金融报导 快为35年全国中小学科学展览会 即将在7月24号到30号 基隆登场 金融市政府不止加码补助 更集合了21所 船办学校师生的能量全力投入 以海洋永续 与科技创新为愿景 让各县市的高手展开高水准的顶尖对决 一起来基隆 为期七天的全国中小学科学展览会 暑假7月24号到30号 将在国立台湾海洋大学实体登场 金融市副市长邱佩玲 及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馆长刘火青 亲自启动活动仪式 为7月下旬的科学展览会揭开序幕 科展奇迹 这个活动赠为了35年以后在基隆版 那基隆今年也补助很多款项 希望办得非常好 因为35年没办了 那也希望借这个机会让大家来基隆 看到海科馆 看到我们的海洋大学 当中我们也安排了42个摊位 很多的活动 我相信每个人来这边会物操所值 最重要的是看到我们年轻学生的身体 命力跟创造力 那今年是回复到实体办理 所以规模跟内容都非常非常丰富 很多以前省略的 今年都全部回来的 而且会更加的扩大 这一次把握这个机会 全国的家长 请把今年7月24号到30号 这一段时间留下来 好好的规划 跟你的小朋友到基隆来玩一趟 做一个很好的亲子之旅 留下一个非常美好的暑假记忆 记者会现场也邀请到 试赛优等的队伍 分享珊瑚概化 对海洋酸化利弊的早到真相 及全球热议的悲伤与叹息 我们发现以学校的数种来讲 我们的龙树 以及小艳染人的固碳能力是最好的 主办单位也与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合作 规划精彩的科展之夜 及科学之旅的参访活动 基隆士与科教馆 也邀请了产观学单位共襄盛举 透过各式多元丰富的活动 要让全台湾的师生们 都能到基隆参加全国科展 探索科学热趣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